离开 离开一点 非常感谢今天站在两侧的是 丑委会的所有那个成员委员 非常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打架 打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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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欢迎各位出席由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主办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资助 李行天下的开幕典礼 今天外面的天气非常酷热 大家都在34度的酷热天气下来到这里参加会议这个展览 所以今天开幕典礼 Verse 开幕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座位于2009年在参与特区政府行政发展局的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修建的这座 暂泛出中华文化光彩的饶中仪文化馆 李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 它沉淀中华民族的秉革气质 刚才由香港舞剧团及飞舞天下舞蹈团 为我们表演的素白清新 舞蹈体现了带来了宁静祥和的氛围 它传承了中华古文化的优秀品德 追求心灵回归宁静天下 礼行天下 下面有请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协会主席李卓芬教授致欢迎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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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热情歡迎大家的光臨 今天我們禮行天下大型的活動開幕 之所以能夠成功舉辦 很多謝各位的光臨 特別多謝楊局長 楊局長和我們在座 很多人都是教育界人士 分別就是他沒有暑假放的 我們的學生、路少爺 他的暑假都一樣要茫茫茫茫的處理各種的事 所以我們很感恩局長 周末就抽時間過來 但不然大家都知道 除了教育員一塊 現在還要推動我們香港的 沖縫科技的事業 這個也不簡單 他也慢不過來 非常感恩 當然呢 我們這次活動 能夠成功舉行 都是有禮 以及很感恩中國銀行的支持 好多謝龔泰 活動是叫做禮行天下 楊偉尚回到大概二十多三十年前 有一次跟姚忠儀教授聊天 那段時間他在研究甲骨文 根據他的觀察 從甲骨來看回禮字 他覺得禮的源頭在中國文化 是一種對別人的尊重 一種尊敬 因為禮是基於一種對別人的尊重和尊敬 來發展起來的 這個對別人的尊重和尊敬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種 我們要學習的一種品德 在學生的那個階段 如果我們能夠學到怎樣尊重別人 別人也會尊重我們 我們那個人緣自然就會好 將來能夠事業有所成就的機會也會大 就是說在學生的層次 禮是一個所謂life skill 是一個很重要的 到達到國家的層面 如果國與國之間能夠互相尊重 我們戰爭都少很多 紛爭都少很多 所以如果真是能夠做到禮行天下 又何秀不會天下太平呢 所以推動這個禮行 推動這個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個活動來的 在這裏我們再一次感謝忠銀 育成了我們這次這個重要的活動 也都感謝各位老師一直以來的指導 今天的光臨 感恩大家 多謝大家 下面請四位嘉賓上台鳴鼓啟迪開幕典禮正式開始 指教翻證 嗯 challenged 同時 请各位主理嘉宾就坐 在台上请主理嘉宾在台上就坐 谢谢 非常感谢刚刚香港中华文化处境中心理事会主席 李泽芬教授的致辞 下面有请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联络办公室教育科技部蒋建香部长致辞 有请 尊敬的杨局长 工副总裁李泽芬教授和郭景景女士 各位嘉宾大家好 很高兴与各位共同见证 理行天下文化传承设计 这么一个开末礼 我仅代表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教育科技部 向活动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举办方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资助机构 中银香港表示诚挚的敬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激奠着中华民族在深层的精神追求 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深深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的精神之聪 传承和衡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的神圣的职责 理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但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 更成为具有强大的感召力 生命力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论语有云 不学诗 无以言 不学理 无以理 有理则安 无理则微 这无不凸显理文化对于个人的成长 社会的交往 来自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理文化渗透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赋予了中国人内人外里的独特的精神气质 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标识 对于当前的香港 理文化更具特殊的意义 去年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 香港社会经历了游乱极致的重大转折 社会秩序迅速地恢复 广大市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 维折这乃之不易的良好局面 需要完善的法治和相关的政治制度 也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 通过得法兼修 离法合制来教化人心 营造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 可以说本次活动的举办正当其时 恰逢其虚十分必要 相信理行天下文化传承计划 一定能够帮助广大的香港青少年 领略理文化的风采和魅力 培养更多的民理手法 文明向善的下一代 希望更多的社会贤达和机构 能够参与中华文化的推广活动 我们将一如既往给予权利的支持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蒋部长 下面有请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教育局杨润雄局长支持 谢谢 蒋部长 李教授 龚太 各位嘉宾 各位校长 各位教育界的同工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下午在这里出席 礼行天下文化传承计划的开幕典礼 礼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价值观 是指一切符合道德理性的规范 它体现在我们生活各方面 人无礼则不生 事无礼则不成 国家无礼则不灵 依礼而行 在个人的修生而言 是展示对人家的追求 对社会而言 是可以建立社会的秩序 我们是有责任在不断发展的社会里面 在不断改变的环境里面 去传承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 在今天的世界里面 礼的精神是更加重要 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大家都可以公敬代人 言行得体 举止有道 这些是有助建立一个良好的人制关系 亦都可以促进社会和谐 古籍中 亦都有很多和礼有关的经典名媛 例如在论语里面提到 君子薄学于文 若知 以礼 透过这些古籍 其实我们是可以学到 做人处世的道理 亦都可以培养到 个人的道德修为 进而 将我们所学所知的东西 身体力行 做到守法 尋德 懂得尊重其他人 亦都对其他人是以礼相待 成为具有良好品德情操的人 礼行天下文化全城计划的理念 和我们教育局一直致力培养 学生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 不谋而合 我们都一直透过各类学与教的资源 举办很多教师的培训科程 一些内地的交流 学生活动等等 是从文学文化的学习 培养学生中华传统的美德 教育局也都现在在推动中华经典名具的 一个推广活动 插入了很多名言和俊语 例如论语中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以及朱熙的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亦都附有一些配套资源 帮助学生和公众 可以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精髓 亦都可以吸收到一些 传统经典的智慧 在这里我非常感谢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不为余力的推动 以及中国银行香港的大力支持 推行礼行天下的计划 亦都透过很多不同的活动 包括了经典的阅读 学术的讲座等等 去积极地传承中华文化 亦都帮助学生了解礼的核心价值 以及它的重要性 鼓励他们在生活中不断做反思和实践 培养学生拥有一个良好的品德和一个正向的价值观 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目标 亦都是我们的责任 希望日后社会各个持份者都能继续努力 为我们的下一代 营造一个副关怀和具正向氛围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令到他们可以实践到一个良好的品德 在这里我预祝计划是圆满成功 亦都祝在座各位身体健康万事成业 多谢大家 谢谢杨局长 下面有请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副总裁龚杨恩慈女士致辞 谢谢有请 谢谢 杨局长 杉副总裁 李教授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这么特别的地方 参加这个开幕的礼 唯由中银香港资助 礼行天下文化传承计划 开这个序幕 中银香港作为香港的主要银行之一 借根香港服务香港已经超过100年了 致力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特别是关注香港青少年的成长教育 多年来 中银香港都致力推动香港青少年 认识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国家的发展 我们亦都支持香港青少年前往内地参观交流 亦都有设立中史优义生的奖学金 支持举办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讲座 亦都有支持香港地方志的编辑工作 我们非常赞赏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 为了表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广中华礼义道德而作出的努力 所谓礼之用和为贵 礼的功能在于促进社会和谐 维持社会秩序 为社会的文明和发展起有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们资助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 推出这个《礼行天下文化传承计划》 教导香港青年认识中华礼仪文化精髓 加强德育和公民教育 培养和而不同的品德、情操 同时推动教师和家长的参与 透过不同层面共同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 在此我仅代表综合香港 感谢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 在疫情之下仍然能够克服各种困难 能够搞一个这么好的开幕典礼 亦都能够推进各项活动 令到这个计划能够顺利进行 我衷心地祝愿《礼行天下文化传承计划》 圆满成功 能够令到更多的香港青少年受惠 多谢各位 谢谢 好 下面有请李卓芬教授 搬送中营的欢愉子 感谢牌 谢谢 对不起 有请 给中营龚女士搬送感谢牌 谢谢 各位来宾 各位观众 今天全程请各位戴上口罩 手机静音及不要拍照摄像 带里有那个扇子还有一瓶水 请大家可以解渴之用 谢谢 请嘉宾就座 请稍后 谢谢 请就座 今天外面的天气非常酷热 非常感谢各位来宾来到现场 非常感谢 儿子 正面的天气 你将保护的船 眼大 丝尽 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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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安 美不安 好 下面有请李卓芬教授颁发那个像中营拱女字 谢谢 下面有请我们郭晶晶女士上场 谢谢 由我们李卓芬教授颁份颁发 感谢赚 委任赚 谢谢 非常感谢 郭晶晶女士请留步 香港中华文化促进协会在1985年由霍英东先生带领资助建立的 而在37年后的今天 又由她的孙媳妇郭晶晶女士担任中心主办的 李行天下活动形象大使 更具有相活相传的特殊意义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郭晶晶女士出场颁认这个 接受本会主席李卓芬教授颁发的委任赚 下面我们有请郭晶晶女士 对我们现在香港年轻人做一些鼓励的说话 谢谢 各位主理嘉宾 老师 家长及同学们 各位好朋友 各位媒体的朋友 大家下午好 我是郭晶晶 很高兴担任李行天下中华文化传承计划的形象大使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期待大家都和我一起参与这项很有意义的活动 并且要作严起行 学里手里 关爱他人 共创和谐 谢谢各位 郭晶晶女士是两届的跳水冠中的世界冠军 您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是我们的榜样 非常感谢您 谢谢 请各位主理嘉宾们就座 谢谢 当我看见李行天下的logo 仿佛见到一个妈妈领着她小朋友的身影 充满母爱若水 母爱苦海的感觉 此刻让我想起了五句弟子龟里头的 一首非常动人的插曲 千世千寻 歌词中描述到 宇宙本来没我的痕迹 我存在都是因为你 父母与我们血脉相连 在中国传统礼教之中 秉敬好人身 唯叛孝道身 请欣赏由香港文化舞剧团 梁国成先生编舞 美成小姐读舞 千世千寻 有请 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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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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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道身 陈光染红了云泥 风儿垂绿了一片天地 带来生命奇迹 一生哭啼 就像泉水般声声呼吸 本来是一生孤寂 幸福是由你一句经历 走过千山万水一通呼吸 看尽四季循环的轨迹 前生前世的是你 才会有矜持的奇遇 宇宙本来没我的痕迹 我存在都因为你 找不到别的关系 可无尽承受我的幼稚 一句一句定音 早是可避 写满了我青春的天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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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夕时何夕 还有谁让我嗓着哭泣 看着悠扬天地雨在响起 谁替我失去脸上泪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Ort долларов 各位观众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我要有一个节目跟各位分享一个秘密 你们猜猜它们会是什么关系呢 接下来有请香港著名儿童少年文学作家 孙惠玲女士 她的七十多种作品涵盖从幼儿到不同的年龄层 获得很多的奖项 这次她更是用最短的时间接受演出的挑战 专门为本次活动设计了节目 下面有请孙惠玲女士 陈俊熙 陈晓兰小朋友 为大家讲述一个有关中国十二生肖的故事 一个中国古老神话传说 有请 大家好 我是孙惠玲 谢谢 让我给你们介绍两位小朋友 这位是五岁读K2的陈晓兰 这位是八岁读小二的陈晓兰 我们今天会为大家讲一个很古老 很古老的中国神话传说叫做 十二生肖 对了 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 你们知不知道自己的生肖 知道的 请举手 哇 哇 你们看看 差不多所有人都举了手 所以证明这个生肖文化是多么普遍 普及的 但是这个生肖文化普及成怎样呢 有两句说话 生肖文化华下一家 所以证明这个生肖是维系了我们中国人 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生肖的传说 嗨 陈晋熙有什么事 婆婆 那十二生肖的故事是怎样开始的呢 唉 好问题 为什么会有十二生肖 为什么无端端 我明明是人 你要把动物给我身上 有些还是狗呀 猪呀 这样 骂人的时候 猪狗不如 那是不是很糯端 是不是呀 原来这个故事是由一个难题开始 什么难题 有难题就一定要有解决方法 什么难题 就话说是很久很久之前 原来那些人出世是没有你们那些所谓出世子的 那时间一久 慢慢大家就不记得了自己哪一年出世 甚至乎老起来 笨顿 连多少岁都不记得 好像我妈那样 你问她 你哪一年出世 啊 二三啊 二九啊 但如果你问她 你熟什么呀 熟呀 你说了 多方便 玉皇带带 她觉得如果人民不知道自己的生肖 那是很大件事的 令到她有管治上的困难 有管治上的难题 于是她左思右上 终于想到一个办法 几年份就难了 但是既生肖 既动物就容易了 于是她就通知土地公公了 你向动物界宣布 凡是头十二名渡过天河 进入倾庭 首先报到的就入围 哇 动物界很踊跃 什么动物都说想参加 但是呢 要讲速度嘛 于是大家就兜了 就是这个时候 有一条龙就在清水潭那里转了出来 这条龙呢 生得很大 全身呢 闪亮亮的轮甲 有一个大鼻子 一把又粗又长的胡子 她觉得自己好型 不过又缺陷 这条龙就是光头 头框桃桃 上面什么都没有 好像有些差点东西 她一眼看到 那边有只龙鸡 那只龙鸡 头上有两只角 两只角中间 还有一个又红又大的棺 哎呀对了 于是她就跟龙鸡说 龙鸡公公 你可不可以借对角给我 你看我的头呢 我想去竞选啊 怎料龙鸡公公说 不行 这个是我的宝贝 我怎能借给你呢 但是龙哥哥不放弃 她继续说 龙公公呀 你想想 是否对角在头上很重很累積 鸡公公想想 又是 重到连我想低头 去看看那些鸡仔都差点最累 那真是有点问题 龙哥哥说 是的 有问题 你不如除掉它 借给我戴一下吧 鸡公公想想 也好 借给你 龙哥哥借了对角之后 一声就飞走了 所以神龙不见首不见尾 龙哥哥走去哪里 留花后华 终于在天庭道 十二种动物倒堤落窄 结果哪十二种是入得围呢 大家就很心急 在这儿等着玉皇大帝的宣告 玉皇大帝说 听着 第一名是牛 它又大又勤力 跟着就是 虎兔龙蛇马羊猴鸡丸子 老鼠仔呢 老鼠仔 你又小 破坏力又大 排第十二啦 老鼠仔 立刻就跳出来 抗议 抗议 我明明是第一个到达 你为什么要把我排第十二呢 你已经说了嘛 是根据次序嘛 哇 在玉帝面前 完全膽怯啊 玉帝说 牛是最大的 因为它最努力 它排第一 我不信 如果你有事实 让我证明 牛比我大 我就服 那你事实上是小过一只牛嘛 那怎么样 好 我们一起去逛街 去哪儿 这个问题 这个争论 就有一次逛街的解决 去逛街去哪儿 去市集 我和牛去市集 大家看看 到底人们的反应是怎样 那牛 在市集 到底人事虐无睹 visits牛而已 就是牛 没人理他 本身的老鼠仔 这时候 就跳上牛的背部 干什么 那些牛 一个人看到 老鼠哦 naj 老鼠呀 老鼠仔 aj 这时 凝起啦 再叫大声咦 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 嘻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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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 好大老鼠 回到天庭 老鼠仔就說 玉帝 你看一下 有沒有人說很大的牛 每個都說很大的老鼠 你說是嗎 玉帝沒辦法 事實勝於紅扁 於是他就說 好 那重新排過 重新排列十二生肆 哪十二個之罪啊 麻煩 選牛虎兔龍 蛇馬 羊猴雞犬翅 對不對 丁教授 有沒有錯 沒錯 大家給點掌聲 哈哈哈哈 多謝 好了 好了 選拔十二生肆 事情完了 但是魚波未尿 還未尿 一波又一波 第二波是什麼 就是那隻雞 那隻雞調氣不順 給了龍哥哥 到現在都不還 於是呢 他就整天在吹龍哥哥玩 龍哥哥說 哎呀雞公公 你不要吹我了 你聽聽小朋友 凡間的小朋友怎麼說 你聽聽他們怎麼唱 一朵芙蓉頭上大 叫得千門萬戶開 是不是很開心呢 要不需要還一首歌 是呀是呀 很開心呀 很開心呀 哇 不斷點頭 是呀嘛 給我啦 拜拜 這樣 一個點頭 然後又解決了誤會 解決了狗憤 那好了 十二生肆 已經塵埃落定 這十二生肆 其實分成六組的 第一組是 鼠和牛 鼠很機靈 很多計劃 牛很勤奮 很密密耕運 如果你把這個肌靈 加這個勤奮 這個勤奮 是否即是成功的秘訣 你爸爸媽媽的師長 都是這樣教你呢 第二組 就是虎和兔 虎好勇猛 自以為是 那個兔子 很謹慎 很和順 如果你把勇猛 加起來 這個謹慎 是不是叫做 膽大心勢 第三組 就是 龍和蛇 龍好剛勁 蛇好柔韌 你把剛勁加柔韌 叫做 剛柔並濟 第四組 就是 馬同羊 陳振熙 想為大家 朗祖一首詩 證明馬的戰鬥力 侵略性 陳振熙 麻煩 陳時命月 看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時龍城飛漲在 北交馬道陰山 好 多謝陳振熙 馬勇往直前 真是可以講話 是 精力無窮 二呢 養呢 就很和純 隨遇而安 這個就是中國人的能方能緣 去又得收又得 第五組 就是雞 猴和雞 猴子很躁動 是不是 但是呢 表示了他精力無窮 好活潑 好敏 好活潑 陳曉嵐 你是不是有首詩證明 猴子 由頭從到尾 精力 勇無窮 請 照 照 照遲白的彩雲間 千里光靈 日日還 兩岸如星 是 好活潑 提不住 天 天 以過 萬 聖 殺 好 好 謝謝陳表辣 這個就是猴子 你那個西遊記 你有一個很特別的角色 你經常記得他的那隻貓貓 孫悟空 孫悟空齊天大聖 極為搗亂 到雞又怎樣 雞很肯定 它代表了秩序 就好像顏爭兄的勤學師曾經說過 三更燈火五更雞 正是男兒 讀書時 楊國長 在教育上 雞貓院很大 又沒獎 如果你將敏銳加行定 這個就是有變通又有秩序 社會怎會亂呢 好了 最後一組 第六組 就是血同齒 狗代表忠誠 保衛家園 在戰鬥裡 它能夠保衛國家 而這個豬呢 它是非常生活捨義 代表腐竹 如果你有這兩種動物 是什麼呢 就是說 滿足了我們中國人的願望 中國人最朴素的願望是什麼 國泰文案 家肥屋人 對不對 阿霍先生 對呀 家肥屋人 這個就是第六組 我們的新潮文化 是我們祖先留給我們的最好的禮物 最好的遺產 它不僅是代表了 他們對我們世世代代的憧憬 和這個智慧 它都塑造了我們的民族性 剛才我們說的十二生肖裡面的特點 在裡面 就是勤奮變通 剛柔並濟 愛緣內荒 平和吉祥 還要代代傳世 各位 謝謝 謝謝 這個就是我們的十二生肖 總結 我們大家一起大聲讀一讀好嗎 好 一 二 三 生肖文化 華夏一家 禮行天下 有你 有我 有他 謝謝各位 非常有趣 非常有意思的傳說 原來十二生肖的傳說 和我們中華民族性有這麼大的關係 非常好 十二生肖的傳說 跟我們中華民族性有這麼大的關係 讓我們再次感謝孫慧玲女士 陳俊熙 陳小蘭小朋友 謝謝 現在的小朋友非常聰明 從小就已經開始接受 中國傳統文化的教導 接著 有一幫小朋友 他們會為大家表演一個節目 樂運廟舞 宋經典 我們有請來自嘉德利幼稚園的小朋友們出場 interurm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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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爱 鬍子 部分 人 人语 学第一 字约 学习习习之 不义悦乎 有文句远发来 不义乐乎 言不清 而不义 不义心子乎 有字约 其为言语笑气 而后发善者 贤乙 不乎犯上 而后忠乱者 未知有眼 举止物本 本利也阿道乡 帅气也者 其为言语本女子曰 巧言令色 贤乙人 曾子曰 无语笑心无声 我人谋 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 而不信乎 常不习乎 此约 道千生之国 继续而信 学有儿缘 许名已许 此约 弟子入卓笑 出卓气 请而醒 犯爱重 而轻言 寻有余力 此约 学以学文 此下约 贤贤义色 世父母 人尽其力 世金 人尽其身 义很有家 也要有信 学有未学 不必畏屈 学以至约 学者不忠 则不危 却得不顾 族忠信 补有物如其子 惡愁物难改 称子耶 称宗 君言 明道归后仪 此其文与此共耶 父子次于西方耶 必文其称 求居宇 云居宇 子共约 父子温阳公解 业里得居 父子居求居宇 其父与夫人居求居宇 感谢佳德丽幼稚园的小朋友们 谢谢 谢谢他们用最标准的普通话 唱诵中国最传统的圣贤文学论语 希望小朋友在中国传统的理文化 熏陶中茁壮成长 将来成为一个对国家对世界有贡献的一代新人 在理文化的学习方式中 除了熟读圣贤书诸外 还可以用形体活动的方式来表达 与行李有关的形体动作 今日我们很荣幸地邀请袁芷营小姐 还有著名舞蹈编导家梁国成先生 带同她的学生一起出场 教我们如何利用一把纸扇 做出一套理行天下的行李操 以最简易负内涵的行李动作 传达理行天下的修学 修生 勤学 意念 有请梁国成老师 袁芷营小姐 不敬达理行天下的修学 各位朋友,各位嘉賓,今天大月天時,大家都出席我們這個旅行天下的開幕式 你們的座位裏面有把線的,大家可以拿出來量一下量一下 這把線其實是我們古時候的最環保的空調,所以大家可以拿來做 今天我們就用線去表示對待古文化的武道途作 沒錯,以前的人古時候的才子書生都很喜歡用線來表示他們瀟灑這個表現多有型 是的,在線上作詩、作畫、還有寄情於線 沒錯,他們亦都會藉上把線,行禮作泣,紛紛有禮 今天我們就和大家一起去武動古文化 好,我們現在就學一下這個線,大家可以在袋裏面拿把線出來 我們一起做一點點動作 準備好未呢? 先讓大家一起做一次 對,看大家拿著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告訴大家整套動作是怎樣的 我們就做音樂起,可以做一次給大家看 我們就來了 我們就來了 下則清 全則喜 溫則定 出必告 反例面 居有茶 念不念 一字歸 三人詩 走下題 自信心 大愛舊 滿心恨 用理力 則學問 不不不 欲不達 不不欲 心不達 不不欲 心靜 不不則 心順床 用則溫 下則清 全則喜 溫則定 足必告 反例面 現在我們教大家這套動作 第一段是開線的動作 拿著線打開 已經是開線的動作 我們第一次向前面 向自己打開一次 然後收線 然後再打開一次 再收線 開完兩次前面 我們再去一次左邊 左邊 開一次線 再收過來 我們給點力 開線的時候 搓一搓 開線和收線 有一個技巧 一個技巧就是 搓一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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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把線打開不到 搓一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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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搓 搓一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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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一齊試試試吧 預備 起 起 開始 還有 線的方向也很重要 不要這樣出極也出不到 要對著自己 向後打 再開 刀刀刀刀刀 預備 起 1 2 3 4 打 1 2 3 4 左邊 1 2 3 4 口 還要做一個 我們縮度要很快 學到今晚還不行 就是要怎樣呢 反扇 反扇 我們就開了它 然後調轉反扇 反扇就要把手腕 手腕是正面的 折回頭 個個都會 出來 一二 收扇 一二 收扇 一二 是整套來 兩個前面 兩個左邊 反扇 還有向上 整套八個動作 預備 起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 五六七八 一二三 四分上五六七 八十 一二三 四分上五六七 十八 非常好 八十斤八十斤八十斤 沒錯 這個第一段完了之後 我們來個第二段 我們開了線之後 以前我們的民間舞 人們很喜歡很輕鬆地 擋一把線 擋這個叫片花 放鬆手腕 放鬆手腕 轉一下 其實大家都做得很好 不是炒菜 不要這樣 手腕是斷的 沒錯 大部分都可以了 對 對 這個 有時候你撥線 不一定是撥撥的 擋樣都撥到的 你明白嗎 有那種瀟灑的感覺 對 有技巧的 對 然後 我們就學到最後一個動作 那時候那些人讀書 有些人要想一下 看看這本書 我們就左手拿著把線 看看這本書 看看左邊 看看右邊 再想一下 左邊 右邊 再想一想 左邊 右邊 再想一想 不只你們在幾秒鐘 學到中國民間舞 還要學到中國戲劇的手法 看書要這樣看 這樣看 兩邊看書 這樣看 然後這樣想 那些是戲劇的手法 誇張些 大家一起做 預備 點一下 看一下 點一下 看一下 1 2 3 4 即是你告訴別人 我看到這字了 你懂不懂 這些都有個意思在這裏 我們一起做 預備 準備 說多一次 說多一次 要今晚的了 說多一次 準備 我們就點左 右 想一想 左右 想一想 左邊那個人 右邊那個人 前面那個人 你已經關掉了 這樣 好了 我們這裏大家三段 大家都應該大概有個概念 我們嘗試一起跟音樂 大家跟著我們一起做 好嗎 好 我們音樂可以起 準備 準備 前面 開 手指 開 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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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 反線 1 2 3 上面 上邊 手指 再來一次 反面 手指 上邊 手指 我們畫個圈 聽音樂 開線 開 我們來個片花 瀟灑的 收回來 看個圈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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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點 左邊 右邊 上 前 收回來 嗯 想到了 收回來 大家都認識了 1 2 3 4 5 6 7 8 我們來多一次想到東西的先 開線 開 沒錯 好啊 今天就教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想學的話 文化促進中心呢 文化促進中心呢 我們有雲上 轉播的 那麼大家呢 可以叫學校啊 一起去看 他們做了很多一方面的工作 多謝大家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梁國神老師 還有原子音小姐 非常感謝 大家學得真是非常好 我在台側看 我覺得大家 給100分 非常棒 學得有形有格 特別好 來 下面我們有請 那個中國在 我知道 在中國周遭 開始建立這個 禮樂制度 用了不同的物料 製造樂器 稱為八音 而古被尊奉為禮樂之首 在古代武士傳統將帥之令 也是在中世紀世中人和天地鬼神溝通的神器 今天我們 因為英華小學近日出現了上呼吸道感染病 所以要停學 所以今日未能出席表演非常遺憾 但林威受命表演古樂的是由前國威老師指導的香港古語團 他們會為我們表演一首普天樂 請大家用熱烈的掌聲歡迎香港古語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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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一看都沒有畫 我剛剛一看都沒有畫 現在시고 說的 也 dov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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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